但是遠遠看大小S在風雨中 深思力竭的唱了他們的歌曲 麥麗的唱完之後 唱完之後兩個人落寞的下了台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小S的妝要化成這個樣子 兩個人不知道前途如何 抬頭看看天中明亮的月亮 那時候沒有月亮對不起 烏雲遮月就在這時候 一個偉大的腳步聲接近了 偉大的腳步聲接近了 有一個以前瘦瘦 但現在肥肥的大汉王偉忠上了前去 說了一番話 表達他們對他們兩個人的欣賞之意 非常欣賞 不是普通的欣賞 非常的欣賞 認為他們兩個姐妹 應該是去看精神科醫生 不不不不 那個是十分特別的姐妹 希望兩個能夠 大家能夠一起合作 大小S一聽到要合作 當場睁大了眼睛 睁大了嘴巴 唐木結舌 唐木結舌 眼睛快凳出血來了 驚訝的不得了 哦 不是唐木結舌 是沉默結舌 沉默結舌 眼睛快凳出血來了 驚訝的不得了 往後退了好幾大步 雙手搖擺 一副不可置信的感覺 甚至差點摔了一跤 這時候王偉忠趕緊上前 一把 就捉住了漂亮大S 把小S 然後再 veins 一把 呢 喘